今天拿了500块钱到海鲜批发市场 白菜呢到前面拿一些刚上岸的墨鱼 看这500块能拿多少 走 小白菜 小白菜 阿姨这个墨鱼多少钱 这个墨鱼1斤28 买了27 27啊 那我要拿去卖多少钱 这都活的 买35 可以卖35啊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墨鱼 都是活的 这个墨鱼阿姨1斤批发我27块 你们觉得是便宜还是贵呢 活的 我们拿一些去摆摊哈 这个阿姨是上次卖鱼的阿姨 翘翘的 翘翘的 阿姨哪称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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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这个大的1斤多少 2斤 哇这个好活啊 好买一只 来 上称啊 好 谢谢 那一只居然要265块 我们带回去卖哈 走了 我们赶紧回乡下菜市场摆摊 看能不能回本哈 我们准备要开摊了 白菜今天这个大墨鱼呢 已经卖75 然后小墨鱼呢 咱们卖个32 然后白菜啊 今天会把所有买的人啊 都剪辑进来 到时候辛苦大家呢 一边看白菜视频 一边帮我算一下 我今天到底是正了还是亏了 看一下墨鱼 活的墨鱼 看一下 一样吗 那个比较大 对 看你要大的小的 我一个 那个好 那个好 很懂货 那个好 这个哈 要不要再来一个 你拿去那个开水烫一下 然后拿去炒也行 拿去蒸也行 都可以 美女是我们第一个顾客 这样 美女这样子 一斤三这么翘 翘翘的 刚好是42块 小墨鱼 小墨鱼32 要四五个哈 看一下墨鱼啊 阿姨这样子哈 一斤是这么翘翘翘的 阿姨是第二个顾客哈 刚好是44块8毛 我说你44 8毛不要哈 阿姨很开朗 谢谢哈 谢谢支持哈 这个美女是第三个顾客哈 哈哈哈哈 一斤一两半这么翘哈 刚好是36 35 这两只哈 好 看一下 活的墨鱼看一下 要不要这样子哈 两两这么翘啊 翘翘的 19块二毛 算你18块 好似成双哈 白菜手里这三个 大家分得清 哪个是章鱼 哪个是墨鱼 哪个是鱿鱼 其实很简单的 这个呢 脑袋圆圆的 有八个角 叫八爪鱼 也叫做章鱼 然后像火箭一样 有十个处须的 长长的 就叫做鱿鱼 还有我们今天的主角 墨鱼 它身上呢 有个硬硬的骨头 然后也是有十个处须的 阿伯你要吗 要哪个 自己挑 这个 这个 哦好可以 这样子哈 一斤一这么翘 翘翘的 35块 要买去吃 哪里 这个墨鱼啊 背部有一个鱼骨 鱼骨叫做海飘销 我奶奶呢 每次都会晒干 然后收藏起来 对了 你们大家知道这个鱼骨 它的作用是什么吗 哎呀 这样子 一斤一这么翘 翘翘的 刚好是35块 两一这样子 九两这么翘 翘翘的 29 好 七两这么翘 翘翘的 哎呀 刚好22 这样子 一斤二这么翘 翘翘的 刚好38 来来 这个袋子可能不能装 这美女姐姐一口气全要了 阿伯 四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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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好是 Mobile bag 好了 我们全部卖光 可以收它了 白菜虽然不能一夜暴富 但是呢 可以解决一日三餐 白菜也是很多普通人的真实写照 我们忙碌奔波 不过就是为了提高生活质量而已嘛 走了 大家跟着我回家 吃猫猫做的饭吧